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是韩国COBE旗下的艺人 虽然在我国没什么名气 但在韩国却非常火 她的颜值在韩国网络上可是被奉为女神的 在韩网建立的粉丝站多达20多个 COBE旗下艺人加起来都不如她一个人 这样的小仙女在国内是不是也能如鱼夺水呢 而黄雪熙则是2018年刚刚在韩国出道 出道不满一年便已经回国发展 这样一位处处茅庐的艺人 一回国就能接到奔跑吧这样的顶级综艺 她的身份是不是有够神秘呢 虽然新的面孔能给节目带来更多新鲜感 但这也是一次大胆的尝试 跑男的韩国原版节目Running Man 就曾经进行过一次大换血 随之而来的便是漫长的涅槃期 收视率才有所回升 而如今奔跑吧也迎来了 时尚阵容最大规模的调整 缺少了队长邓超的威亚发姆雷 失去了王祖兰的鬼鬼祟祟 没有了陈赫的腰和陆寒的脸 现一季奔跑吧会是什么样子呢 咱们还是先来期待一下再说吧 迷古视频独家策划